嗨 欢迎收看爪TV 接着呢来到了 场上来到了七局下半 比数为2比1 接着呢是我们的兄弟 王俊杰上场 好 那在统一四队这边 也更换了守备的阵容 那郭富林刚刚代打的郭富林 偏偏有退场 他是去受三类 然后陈庸基则是以防到游击 那在捕手的这一边呢 则是换上林佑乐 这是在统一师对这个半局 所做的守备的阵容调整 统一师在前一个半局是 八九两半换带打 所以在这个半局是让陈庸基 台湾炸基陈庸基去守游击 而这个半局 忠义兄弟也换带打了 是苏伟达上来带打 对 原本是要轮到捕手 所以两队布月儿童在第七局 轮到捕手这一半的时候 都换带打 如果忠义兄弟这边 捕手这一半换带打的话 这里有比较好解释 先来看一下超出弯打了 超出弯打 因为落后的球队在比赛后半段 你换一个比较有攻击能力的选手上来带打 这就是比较合理的 对 很合理的喔 像我们这样子讲的话 在比如说像我们啦啦队在场上加油的时候 都会说嗯 我们要拐一下气 拐一下气 对 哦 换一下气的感觉 那有些球迷可能就不上厕所啊这样子 或者去上厕所去拐气 那啦啦队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 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会 比如说我们在场上有时候很多球迷会很 很热情然后会想要我们签 但我们都不能签书本类的东西 就签就签书这样就会输 哦 这个这个也是有 对对对这个有听过 其实今天我们一开始中中在介绍活动的时候 我心里有一个纳闷的就是说第三天的那个 凤梨书吗 哦 怎么会送这个 我真的觉得其实我心里有小小纳闷的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在球场上是有一些小小的机会 对对对对对 包含运动饮料不能买插跑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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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讲 哎 其实有些有些不晓得这就是棒球迷啊 就是说他就是好意 买了运动饮料 想给球员喝 那通常我们都会收 但是收到看到叉好的时候是放在比较远的位置 直接放到对面去吧 贝拉确实这个是有点忌讳 这是蛮多的 其实明明会很多 来看一下王盛伟这一棒走远方向 这回打在哪里 掉下来形成了安打 苏惟达现在上到三点应该是没有问题 王盛伟要上二点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喂喂喂 苏惟达不要跑过头啊 嗯 无人出局不要再冒进了 对 哦 真的一拐哦 就是有拐到哦 没错 在这个办局 中信兄弟连续两支安打 而且包括王盛伟这支常打 现在是无人出局 跑者上二三垒耶 哦 那如果以合理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喊一个暂停了哦 那考虑这个罗里奇要不要继续往下捅 或者是再给一个指示 让罗里奇稍稍微理理一下情绪哦 哦 那现在来讲 这一个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跑蕾就比较好一点点哦 哈哈 前面两站其实有一些跑蕾的失误哦 对 包含今天这一场刚才王盛伟那个 也有一点点就是说 在要与不要之间 选择的错误的判断哦 结果来讲是不好的啦 哇 现在 董医师队这边要换头哦 直接把罗里奇换下去了哦 那现在就有点微妙 虽然罗里奇现在是带着胜头资格退场的 可是擂包上的这两个跑者要算在他头上 对 而且目前看来要守不是那么的好守哦 因为有三个出局数要去守 因为对方打者也不一定要打一打 都有办法把分数拿回来哦 所以这个时候把罗里奇换下去哦 换一个左头来面对第一棒左打这个王盛 我想以统医师的一个盘算啊 他是觉得想要用 以左自左以外 他还有 野心大人是用三阵 冻结这个 肥上的跑鞋来制造出局数 但是我想现在现阶段的 以左自左或是 这个左头克左道 我想这个论调已经有一点点 比较没有那么成立了哦 那其实棒球比赛 棒球运动哦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 先看一下是不是盛伟的脚有点问题哦 好像有一点拉到哦 哦 感觉他在过一垒前的时候 这个 哦应该是左后大腿好像有点紧哦 他马上示意了哦 那不过就要看啊 现在有可能如果盛伟没有办法完成这场地 在德华 那在兄弟这边其实 这个办局如果攻下超前分 那可以拍防守组上来 很明显你在跑的时候 对 就有感觉 比较简直 现在有没有要换哦 要看一下 对可能防护员跟教练团要在沟通 如果我以刚才他一垒跑二垒 其实那个脚已经有点颠着颠着跑 那要再注意的情形就是说 万一等一下如果需要一个冲刺跑本类的话 再次冲刺 那现在是有这种 要拉伤之前 我讲不正常放电 那如果等一下需要瞬间的加速的话 你有可能 你没有 现在没有贴渣 然后还持续把握 有可能就变成大拉伤 这个是会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因为一个现在下去的话 可能要做一些预防就好了 明天还是可以上来 但是如果大拉伤 至少就是可能两周都要休息了 那不过现在有点微妙 因为王胜伟是代表的是超前分的跑队 那一定很想要说 就一鼓作气跑一分类来帮球队取得领先 不过这一周又有连五场赛事 对 五连战 而且球季才一开始 留得青山战 但有的时候 我们在场边看的 跟选手自己在场上 想法是真的不太一样 对 不过我觉得王胜伟如果认为说 他还可以在场上的话 因为他也是 他自己的身体最了解 他应该也是经过他自己的判断 那 但我不想这样讲 就是 有时候这个圣堂将近 真的很微妙 这也是很 必须要考量的 好 今天打了两支的二雷安打 是 撞下去 如果说到这个我也不会来 哈哈 这个 哎呦 是韦达 这个要小心 对 是 其实来到三垒之后 跑垒真的要格外的谨慎 对 因为这个时候去拼本垒 我想嘛 刚才那个比赛的时间点 大概又是一个五十五十的机会 嗯 哦 这个球拼什么拼 哇 那也已经是做了趋钱了 所以王威成这个滚地球 这个球并没有打点 哇 王威成今天的击球 感觉就 比较不理想 因为整个球打出去都是 滚地球被刺杀 比较没有威胁性 对 这个球也是打得比较软弱 那以现在是无人出局的一个情形下 我想 这个 给的指示应该是穿越台游跑 对 哇 那 这个投手完成一个 左打就完成他的一个任务了 对 郭恒孝 上来抓了一个出局 但这个出局数其实蛮重要的 对 对同一师队来讲 那 在同一师队这边今天这种 黄甘霖总教练是决定要有 华丽的调度 华丽的投棚调度 那 如果对于进攻方来讲的话 换头就是一个机会 嗯 因为不晓得 牛棚叫出来的这一号 然后投手 到底今天状况好是不好 对 就是不一定啊 那现在要换的是郑军人 哇 郑军人在前一场 其实上来中继表现也算是不错 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以刚才这个 文贵者这个打击 有点稍微可惜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 我们也知道三联友的情况 你应该可以的话 给自己设定一个打击的区块 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刚才打了一个变化球 其实它是在一个 比较低角度的 那球我是觉得说 以还不到两号球形成 这个球是可以放掉了 你可以选择再高一点来做攻击 会是比较明确的一个 对这个打型 或对现在这个战局 可能是比较有帮助 因为你比较高的球 其实打成飞球的机力相对是比较高 那投手也是希望你打一个滚进球 所以它一定会攻你的 那比较膝盖边缘的这些 球的健康点 那你可以 因为膝盖健康的那个健康点 不一定是好球啊 它也是想要营诱你 你把这个都放掉 它自然就往上纠正 机会就来了 这可能也需要时间的累积 经验的累积 对 好那统一师队要再换 投手正军人 正军人 对他在前场比赛也有上场来投球 那他是来自辅仁大学的投手 是周教练的学弟 学弟 没有教到 那可是在这个半局 现在轮到的是吴东荣 那看到二壘上是换曾陶荣上来带跑 那所以有可能在丹波 中心兄弟在八九两局的内野布阵 是不是让曾陶荣去守三壘 然后王威臣来守二壘 嗯 都有可能 因为现在把这个吴东荣也换下去 换代打 林书毅上来 林书毅 那林书毅也是内野守 林书毅 我今年来讲的话 他是内外兜守 对 那他在亚利桑那春训的时候 是有打过拳内打 对 他在业余的时候 其实打击能力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也是美式的调度常看到的啦 就是如果对方要 要针对你的左打右打来推投手的时候 那你会带打 好不好 林书毅 来看一下 那林书毅在去年他有无场的出展 那打击的表现是十五个打数打了三支的安打 今年啊 因为这位兄弟整个阵容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些年轻的球员机会还蛮多的 哇 这个高脑这个球没有打到 对 有一点 不过这个球速度是有投出来 达到146公里 要 球速上目前是这个投手领先 所以林书毅在这边来讲 可能还是要 如果要凸棒就要想办法 这个凸棒一定要有这个打到球的一个效果 三打进场的都还有机会 对啊 那这些人的球速 来讲还不错 那球速的条件来讲的话 快速走到145公里以上的跑 对 所以这个对打者来讲 还是有一些挑战性在 不是那么好的 好掌握到 因为如果说145跟140那来讲 打者 对145我就可能还可以做球 我要打哪个方向都还可以 可以去尝证一下 5 拉火来 这个球界内是安打是安打 哦 打醒一群兄弟了 哦 这一支安打应该是2分没有问题 林书毅代打健康 这是一支三的安打 中心兄弟现在逆转战局了 哦 哦 这个球打得 对 打得相当的精彩哦 感觉上这应该是 对应该是正军的一个变化球 那掉下来的时间被林书毅 掌握到 形成一个车户边的这个 哇三连安打 对 哇哦 罗里奇现在摇身一变变 拜托候选人了 哇这个滑球 哇就正好在腰带出去 对又偏高起来 直接给他切到很很边边 哇一群一群的 对啊 答性 群兄 哈哈哈 很忙的一群 忙的都不敢碰到球 嗯 哇这以前哦 这个 周家人一定有深刻的印象 嗯 这支球队过去的传统 就是打七八九球 哦 对 哦 对 应该这样讲 以前的兄弟的棒很黏 对 很黏 就是 以前啦 但以前的兄弟这种 长 这拳带打能力 其实是 比较 不明显 不明显 但是他的那种 泥度啊 安打串联的安打 尤其是你当你 一丝无一堡的时候 他后面噼啪啪啪那种 激光枪打的 会突然 一阵乱枪 那一场比赛之后 哎 这一局掉了好几段 哦哦哦哦哦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熊迷的力量 他一直在用气势上 你会觉得你反攻很无力 嗯 所以 以前当时说 坦白说我真的 很不喜欢跟兄弟打 哈哈哈哈 不是现在看到 周杰然讲 那个时候的兄弟 有点像是先来NBA的勇士队 专打第三节 对 前两节你可能跟他好像还有来有往 对 甚至你还领先勇士队 可是勇士队第三节啪一波 你会说 领先15分20分就带走了 对啊 尊兄弟 以前兄弟上的时候 这一支打线 就是这么讨厌 对啊 哈哈哈哈 不是说 不是说 讨厌是说 你在守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的投手 我们的投手 投了很多好角度的一个进入 但是都打成就要球 就要球这样子 那就是也招不到出局数 然后他又一直打就要球 然后你守得人就觉得 哇好 守得很累 这浪 那真的球打出来 真的球打出来 真的球打出来 又打安打就觉得 哇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打折 走到这一半要来了 双翔炮 双翔炮 走 哇 哇 哇他前一打十 之前 今天第二打十 才有记录出现 哇 本来前一打起已经达成 周四起打成 700打点 是我们的直放第六位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五位 分别是张泰山 彭正敏 林志胜 高国庆 林逸拳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我们的直放第六位 掌声 谢谢我们的周四起 哇而且 700分打点之后 现在这支拳打是两分炮 两分炮 哇 哇 这个球想要 用他的快速球去拼周董 对 我觉得 这个 年轻偷偷只想到速度 没有想到焦度 哦 好好好 可以从他几个进的点 你可以看到 可是会不会 尤其是年轻投手 我有了速度之后 我不太在意我的角度 那 大家看你的球怎么跑 如果你的速度很快 你到本来也是会有点乱串 乱串的话 那还可以哦 那如果你直直有快 那直直的进的话 你偏高的话 那像这种 周四起这种是有经验 他一 他前面打全能打 那个罗里奇的球 会比他慢吗 其实也差不多 对 罗里奇的球 那时候你 犯了 四七四八对 对对 那他大概一四五一四 所以他有办法 把罗里奇打全能打 这正经人其实 但是 这速度在刚刚好 他还在适应的话 四妹 哦 所以你又没有角度的话 那你又扣了分数 哦 对 尤其我刚才讲 有经验的搭车 来到三雷有人 他的高角度 他更不会放掉 嗯 他视线方法 都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我速度跟得上 你又投到这个方法 我当然是很很遥啊 嗯 算是周董免费方正经人上了一课 其实你角度跟速度 角度也是很重要 对 你看 在面对林书役 那个滑球 也是没有什么掉下来 反而是变成 减慢速度的高角度的进了一点 对 那明书役是有点被他 呃 就是前面几个速球 没过一空的形象 他其实 timing是比较早 反而是拉回在边线的这个三雷安达 张智豪 哇 切这个球 切出来 气势也很好哦 有没有飞过去哦 Fact Day 哇 哇 张智豪也来一发 哇 果然那个气势回主场也不一样哦 哇 这个半局真的是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哇这个球 其实打出去 仰角还蛮高的哦 对 哇这个球 因为第一时间他是咬中的 所以打的虽然很高 但是我在想 应该有距离哦 哇 哇 这个好像 泰克屋子在爬古路 这个驾驶不错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对 可是他们这样一挥出去 他们自己也知道要出去 对 对差不多 选手其实都知道 选手差不多都知道 如果没有风吹回来的话 对 对 对 应该选手都会知道 哇 今天政军人 在这半局被打了三支的强大 而且并没有解决任何的打撤 对 哇 而且三支都是长一打 两发全一打一发 一支的三两打都是重伤害哦 对 真的 那政军人要被换下去休息 其实在牛棚的调度真的 它是一个学问的 而且很重要 尤其像史莱德总监人 今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一直在讲说 这是 一个打击 凤凡的打击严盟啊 对 对于牛棚到底 牛棚里面有几头能用的牛 这个很重要的 对 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 教练对于牛棚状况的 掌握度 那 这也会决定一场比较的顺利 对 其实从这一眼里来看 其实有时候 你只要稍微交过的比赛 牛棚就很重要了 牛棚上来是稳定战局 还是高达战局 差很多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OK 在同一四队这边 其实这个半局的投手 一半局的时候 利用几头手 拨横下来抓王维城 这个调度受到效果 但是 震惊的状况 就 这样一盘可能就没有掌握到 有资予其 因为可能是 前一场他上来中心那一个 面对聚方 那一个半局 那一个一局 他玩得很不错 那今天来讲 想说再复制这个 赏赏的那个经验 如果在有时候 每一天 每一天的状况不太一样 那今天球数有 但是控球稍微偏高 他面对打者 打者群也不一样 那这个 中军军面对打者群 是有掌握到你的石头球的 那反正就造成一个重伤 那这个其实如果速度在 控球也不是说 投不进好球 只是偏高 那这个还比较好 下次再上去的时候 可能就要提醒 你上去的时候 你可能是短局数的一个投球 你每一球 你要要求品质 还要求进哪点 尽量的把球 压在低的位置 对 因为你是短局 你可能都要 两个球数三个球 那你的 你一个投球 我想你投50球 基本上你都真的 但你50球 浓缩到20球的时候 你的品质要更高 因为你上场的这个时间 可能就是很关键的时刻 对 好 那逢是非要换富鱼缸上来 嗯 还要面对战事前 浅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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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缅现在打击 要来看一下 那个 准备的动作 是不是 那特色呢 现在 好像比 要收斂 对对对对 比刚刚加进直棒的时候 其实这个 动作小很多了 而且七下目前只有 1人出局 对 这个半局真的是 Lucky 7了 真的Lucky 7了 然后直接比数 拉到2比6 对 嗯 在棒球比赛 尤其现在棒球比赛 大局是很重要的一环 对 黎智球队制造大局的能力 往往关心这些 今年战绩好不好 嗯 那在这个半局是 两支全雷达 其实是常打 这个半局 中英兄弟加起来的话 一雷达二雷达三雷达全雷达都有了 对 哈哈哈 就是 变相的完全打击 对对 反对对 哈哈哈 但就像中英兄弟讲的 这个半局 一个出局数而已 嗯 还有打 嗯 分数永远不前多 不前多 真的 尤其在一个 疯狂的打击联盟 对 对 会 这个时候在 就是投手的心情上 或是调度上 教练们的心情 会不会也会开始 比较乱一点 你是说统一还是 统一 以目前这样的情况 我想啊 政军人的状况 是可能是他们 比较死了危机的 对 所以变成 呃 其实应该这样讲 当郭文贵上去的时候 他们其实最近排算说 只要郭文贵 不管跟王辉辰 对战结果是什么 我下一个就是 要换政军人上去的 那预期可能政军人 可以 至少换一两个出去 如果再有状况 但政军人再上去的时候 你会就在准备两名投手 一手一手都在准备了 那当然就预期说 第一个是有状况解读 一个没有状况解读 然后我要换谁上去 嗯 他说在这个时刻 将会被删成 他这边比较闷一些 对 3K 对 4-03K 嗯 但这是政军人第二个出局数 好那接下来还有 左达者陈子豪要上来面对富鱼岗 嗯 其实常打 因为之前有在想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如果有看魔球 不管你是看书还是看电影 魔球就一直在讲说上壘率 上壘率 对 其实我认为常打率才是尤其在职报 常打率才是比赛好看的关键 对 你常打率 常打率代表的意思是 你每一次战场打击区 能够攻占几个累包 你攻占累包能力越强的选手 你得分的机会就越高 嗯 所以我觉得常打其实也是 常打率这个数字也是很重要的 可以参考是不是 对 可能在魔球那个算的那个 系统里面 它最后算的是胜利 嗯 关键的那种 所以你要很多很多的一个上壘机会 你才给我最后最终的 得分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那 就是个人的常打率是最后最终 可能能够得到比较高的分数 可能相关不是那么明显 哦 有点在统计数据里面 它是设的那个辨度里面 可能是不太不太一样的 嗯 但其实常打率 也要 我觉得要纳入也很重要 因为你有高的上壘率之后 如果你都是用短枪一直打 那等会是比较 速度比较慢一点 对 当然 不稳定的球队的常打率 通常半个比较高的三升率 这个可能会是比较相关的 哇 这个140公里的快速球塞过来被打成界外 对 那 富鱼刚在上次的赛季 他面对中信兄弟的对战防御率是10.29 并不算太理想 哦 对 他其实八场比赛啦 对战的八场 然后投了七局 就是每一次出来可能也就像 嗯 面对到一两位的选手 对 但是对战防御率并不是很理想 那富鱼刚 其实要观察富鱼刚的一个状态 就是看他那个纵向的那个滑球 如果他掉下来是垂直掉下来 那打者就不好应付 嗯 因为他的投球就是比较高压式的头 投法 那如果粗手舔的这个进 进的角度都两颗都一样的时候 打者其实不好判断的 嗯 那当然这个战场被三队最后那一局滑球 其实就有 让战场有点在位置上是 角度的误判 哇 这个球带到中间方向 但中外有手唐兆平 掌握住了 结束了这个半局 那在这个半局 中信兄弟大有斩破 靠着五支的安打 包括两支拳 前面打了串点一口气 攻下了五分 现在反倒是六比二 领先了同一支队 我们休息一下